Lami Girls 第一次公開演出 同學呢 我們也會訪問到 這些Lami Girls在整個製作 這一次的寫真單曲的過程的 辛酸以及歡笑 都會呈現給大家 不過呢Lami Girls 以展現這個棒球主播 的觀察來看 其實Lami Girls在場邊 在球場旁邊他們的表演 真的是讓棒球迷更深層的 感受到看棒球的樂趣 所以Lami Girls呢他們所代表的是 台灣棒球文化 很重要的一點 同時呢也是希望能夠讓 球場看球的球迷 能夠更享受到 棒球場的樂趣 而如今Lami Girls更希望 更進一步的把這些正面的能量 把這些追求夢想的 這種欺負心 更進一步的傳達給更多更多 台灣的年輕人我們的球迷們 所以呢他們 非常非常努力 相當非常辛苦的出了這一張 在原手上的這一本 最新出爐的 剛剛才拿到手的 2016 Lami Girls 首招 單曲寫真 這一本真的是相當很多人的期待 而且呢聽說這本寫真裡面呢 它的內容相當的豐富 而且現在已經要進入到 第二刷了 還在預購期間已經要進入到第二刷了 相當令人期待 而這一張呢 首張寫真單曲呢 是由 創意總監孫協志 創意總監在2016的全新立作 同時由王牌製作人 為Lami Girls 所量身打造的 首支重量級的單曲 獨一無二的相數 講到獨一無二 真的 Lami Girls 是整個台灣直報史上 獨一無二的團體 同時 從今天我們記者會開始 他們也是台灣演藝史上的 第一獨一無二的團體 23人的女子團體 好 那我這邊呢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本寫真裡面呢 有哪些呢比較精彩的內容 第一個我們的創意總監呢 為了服務求迷 我們每一個23個Lami Girls 因為每次我們都拿到書啊 簽名都很麻煩有沒有 簽在前面啊 兩萬七八糟的沒有一個統合 所以特別為了服務求迷 每一個Girls呢 照片旁邊有一個這麼大 有沒有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簽名的地方 每一位Girls都有 都有一個提供給求迷 簽名的地方 這很貼心的設計 另外呢 跟以往的寫真書不一樣的是 我們的創意總監 孫寫師總監 他就是讓這些Girls 最最最自然的一面 呈現給大家 所以這些照片呢 是完全是在他們 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拍下來的最自然 感覺到一面 這是這本寫真書 跟其他寫真書 不一樣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呢 趕緊的告訴大家 這本寫真書呢 真的是 還有寫真專輯 喔 CD在最後一頁 這邊也亮給大家看 這邊有個CD 齁 這個CD齁 這是一起的 裡面就有首歌曲齁 還有收入一些花絮 推薦給大家 好 那在今天那個記者會開始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今天蒞臨在現場的好朋友其貴賓們 那請超透明的貴賓們呢 就是跟大家揮揮手一下 今天是大家共商勝局了 好 首先呢 讓我看一下齁 首先要介紹的是 拉麒果桃園隊的 劉介廷領隊 歡迎劉靈隊 另外呢還有 拉麒果桃園隊的 胡維琴副領隊 另外不動心娛樂 孫協志志信長 另外是唱片代花公司 艾貝克斯 業務部總監 吳偉宜總監 歡迎 還有艾貝克斯 專門執行 謝真法執行 謝謝你 另外歡迎的是 數位發行公司 吻石移動 蘇玉德副總 另外要歡迎的是 數位發行公司 吻石移動 魏齊宣 數位版全部主任 數位商家公司 是 蔡可瑜 版權內容部主任 歡迎 另外要歡迎的是 林芝宇 版權內容部主任 歡迎 歡迎 另外要歡迎的 貴賓是 好看娛樂 湯宗林總監 歡迎 另外要歡迎的是 有送娛樂 陳俊良 製作人 歡迎 另外要歡迎的是 全家便利商店 E-Retail 事業部資深經理 蔡佳翰經理 歡迎 歡迎 我們接下來掌聲要熱烈 支持我們 單曲製作人 林盛德老師 還有這次非常好看的 MV導演 Punch導演 歡迎導演 歡迎 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舞動新娛樂執行長 孫協志 執行長 上台 讓我們休息一句話 掌聲好 來 協志好 現場所有的長官 所有的對比 所有的好朋友們 還有所有的粉絲 還有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孫協志 執行長這個名字取得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所有事情 都是我在執行 所以很重要 辛苦了 沒有啦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的日子 不管是對體育圈來講 或者是對唱片圈來講 都是一個突破性的日子 然後 在這一次的這個 Lami Girls 這個首張寫真單曲裡面 就從頭到尾 包括所有的包裝 概念想法 音樂 影像 平面 大大小小的是 連他們自己生活上的事 我其實真的全都管著了 最主要的就是 我希望可以在最短最短的時間 讓大家看到 Lami Girls 有所改變跟成長 那當然 大家對他們的印象 可能都還是停留在 球場上的啦啦隊 帶來的非常精湛的演出 的確 的確在整個中華職棒 整個台灣的棒球歷史來講 Lami Girls 的確是人數最多 也是最具人氣的一支女子團體 那23個人到目前為止 台灣也沒有過 所以 老實說要完成這樣的任務 的確非常的艱辛 可是 陳平一出來 包括音樂 包括演技 包括所有的影像 我真的非常謝謝我的好團隊 跟所有幫助我的朋友 因為 真的都跟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 然後當然 呃 在台灣 我們知道就唱片的環境 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今天其實也要進了很多好朋友來 最主要也是希望 讓大家看看 欸 台灣人 還是支持一下台灣的團體吧 是 沒有錯 對啊 你看 從5566之後 還有很紅的團嗎 接下來就是Lami Girls 我說真的 所以那個製作人麻煩一下 多多照顧 多多照顧 真的 然後 我相信他們會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跟成績 因為 他們很努力 然後 每次Girls也都會帶給大家 一個不同的表演 還有驚喜的演出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 不過我這邊早次有一個問題 我真的完全沒有回過 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就是說 你怎麼會 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發想 就是Lami Girls 這個團體 是哪一個部分 哪些特質吸引你 為這個發想 幫我們出這個寫真單區 就是 當時發想點在哪裡 我相信大家都蠻不好奇 其實早在去年 就 剛好我們有到 剛好鞋子有到這個 Lami Girls TV 去做轉播 那這個應援機會之下 就跟球團的長官們 領隊 副理隊 大概也有聊了一下 那去年 就是大概也有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就剛好副理隊 領隊也有提說 咦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什麼樣的改變 就大家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就突然蹦出了一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 Girls的確超人氣 老實說 每一次 每每桃園球場 坐滿兩萬人 我相信這裡面至少有一半 是要來看Lami Girls 當然球賽非常的重要 當然球賽非常的重要 但是就是 他們的確會整場比賽 包括整個在球場上的氛圍 有帶來了不少不少的色彩 然後也讓大家 非常的吸睛 讓我們非常的吸睛 所以我們後來有聊了一下 我有提一個這樣的想法 我說 因為一般的唱片公司 發片的模式 老實說真的很辛苦 我把你簽下來 再簽下來 我要把你變成劉德華 他就幫你出唱片 但是 就很難嘛 很辛苦嘛 但是 兩個 比如說你發完片之後 可能很棒啊 他花了很多錢 然後拍了MV 然後什麼 但兩個月的宣傳集過後呢 你又消失了 因為宣傳集過了 這張唱片沒了 但是 Lami Girls 站著非常重要的天使地利 也就是他們有一個非常棒的家 Lami Girls 球團 在支撐著他們 所以 他們一整年下來 並沒有宣傳集結束的問題 7月18號 是他們的發片記者會 但是到年底 你都還會看他們一直在宣傳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球場就是他們的主場 他們的表演舞台 沒有錯 所以 有了這樣的一個環境 就比起一般的新人 在唱片公司 發片 的確是來得要槍打的許多 對 而且呢 Lami Girls 他們在整體所呈現出來 給大家的那種感受 這個就是很陽光很沈眠 也就是要把這些能量 才能打給更多的人 不光只是棒球迷而已 當然當然 所以我現在要做到的就是 我之前也有講過了嘛 除了他們在球場上已經非常亮眼 我希望他們接下來在唱片圈 也非常的亮眼 然後甚至是在各個領域 他們都有 可以超越以往的成就 因為這個 真的不是一般的 比如說唱片公司的歌手可以辦不到 沒錯 在這邊也要特別的謝謝領隊跟副領隊 因為我為什麼要特別謝謝他們 我真的必須要跟他們取公道 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你知道從頭到尾 他們對我的信任程度 會讓我有點害怕 對 因為他們完全不過問耶 包括音樂 怎麼做 然後要做什麼做什麼 他們頂多就問問 欸進度如何啊 然後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什麼的 他們完完全全讓我發想 然後完完全全就是讓我可以把 心裡所想的東西實體化 好具體化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謝他們 是 那這邊呢 剛剛整個影片要寫字 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總的發想 包括他們的努力 我真的突然之間 心情裡面有一股很大的熱血衝上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這個 LAMIGOS 獨一無二的女子團體 23個人的團體 我們希望LAMIGOS這個團體 在不久的將來 就可以贏很多的韓團 當然 這就是我想講的 各位我要再講一個事情 對不起 我要再講一個事情 LAMIGOS 對不起 你在這裡面看不到韓風 也看不到日風 我要做的就是台灣的團 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在早期 我認為5566就是非常代表性的 台灣的團體 這個我無庸置疑 有人要說他台 我覺得也OK 但他就是台灣 但我並不是說LAMIGOS台 而是包括音樂 包括包裝 包括整體感覺 我並沒有想要讓他們 包括化妝 我不要讓他們像韓國 我要的就是 台灣的LAMIGOS 拜託 大家真的要幫幫台灣 不然演藝圈 已經垮了一塌 為圖了 是 好不好 那現場會來了很多的粉絲 我們的LAMIGOS要贏韓團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 是我們真的 大家都很瘋寒波 什麼 雲子管理什麼 其實我們自己就有LAMIGOS 我們一定要贏 對不對 好 那麼剛剛其實很特別是感謝了 LAMIGO球團的領隊 護領隊們 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 LAMIGO的領隊 劉潔廷領隊 各位 各位記者 媒體先生女士 各位現場的球迷 樂迷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LAMIGO團隊領隊 劉潔廷 我想 這個 棒球的LAMIGO隊 我們是從 其實很早以前 在陳青湖的時候 就開始做了 從06年開始做 New Girls 那搬到桃園之後 其實11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那過去來講的話 都是比較傳統的 這種就是 敲打鼓 唱唱跳跳 我不想現在結合 這麼多的 影音的娛樂 或是聲光的一些 效果 那這一路走來 其實 我們都一直在不斷的 球形 球變 那坦白講 也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 可以有這樣子的 一個機會 這個 讓女孩們 站在真正的 好像是一個 演藝圈的